解決剛剛的問題 這個地方我不要用向下填滿的方式 填滿公式 而是輸出我們的路接到的結果 路接到的結果 因為程式其實不難 我直接RUN一下 我剛剛有RUN給各位看一下 RUN完了結果 最大的差異是 這裡面的資料就不會是公式 而是最後的結果 那你想說他怎麼做出來的 第一個我們首先是先寫一個SUB 這個SUB名稱叫路接到 按Enter 然後我跟他講說 我要做取得資料到哪裡的這個動作 所以我在回圈的開頭 一定是先跟他講 我從第二列開始 幫我做什麼呢 從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範圍給他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向下追蹤 就Ctrl 向下追蹤 然後我一樣 我前面的這個字 到底是應該是什麼字呢 可能是0 可能是裡 可能是區 然後尾巴這個字 可能是路 可能是接 可能是道 所以我會需要有兩個位置 一個位置是前面的字的位置 一個是後面字的位置 所以如果我寫程式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位置寄到A的變數 這個位置寄到B的變數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思考 如果用Find函數 在Essale裡面是用Find 可是如果在VPA裡面 它沒有Find這個函數 但是有另外一個蠻像的 它叫做INST 叫E3 它的用法跟Find很像 只是說它的參數剛好顛倒 有沒有 Find是先0 在第二個參數是去哪邊找 剛好顛倒 去哪邊找 去F藍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的話去F藍裡面找找看 所以理論上它會先找這一個 找0有沒有 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寫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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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 如果 假設找到的話 它會告訴你第幾個字 比如說 這邊底下 應該這邊 第七應該這邊有0 它會告訴你 0這個字在哪裡 可是像這個是沒有 沒有的話 它會回傳 回傳的結果是0 0的話 表示說 沒有找到 找到的話 會給你哪一個字的位置 所以我們用這個當邏輯判 0的話其實就False False就是沒有 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繼續幫我找什麼 找0 如果沒有再找趨 那實際上 理論上其實你們只要記 前面這兩行程式就可以了 如果 其實VBA點這個也可以拿掉 如果你找找看 如果找0這個字有的話 那你就幫我放在A裡面 OK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怎麼敘述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把這一兩行 Ctrl-C Ctrl-C之後的話 Ctrl-V貼上 特別是 再去找0 再去找理 再去找的話 你就是在 if前面加一個 叫else 加這樣就OK了 else if 你再去幫我找理吧 OK 所以這邊加一個理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邊改一下 那一樣喔 如果 如果找不到0 也找不到理的話 那你就再去幫我找趨 吧 那怎麼敘述 很簡單 把這一兩行 Ctrl-C 貼到它的底下就可以了 記得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趨就可以了 OK 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還有別的怎麼辦呢 繼續貼吧 OK 有沒有 如果你還有 你就繼續 else if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還蠻萬用的喔 所以以後 如果你要寫 多重邏輯判斷的程式 可以拿這個 來當成是一個範本 不過尾巴記得 這個 就要把它結束 if 所以再加一個 and if OK 好 結構OK了 所以喔 這樣寫完之後呢 我就得到a的位置 就是前面這個字的位置 那 後面位置是路接到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個程式 把它複製 貼到底下 有沒有發現 上面跟下面有哪裡不一樣 貼上之後呢 把零里區有沒有 改成路接到 比較好 然後呢 把前面的a有沒有 改成b 比較好 意思就是說 你在幫我找 後面那個字的位置喔 然後呢 找找看有沒有路 有路的話呢 幫我寄到b 沒有的話繼續找 找什麼呢 找接 有的話 也是一樣放在b 如果沒有繼續找 所以呢 未來 假如說你 不只三個判斷 其實我發現 工作資料裡面 很多是非常複雜的 甚至比這個還複雜 那沒關係你就繼續找吧 你把可能性通通挑出來 然後列一個表 這樣就OK了 好 那有a 有b嘛 那我就可以呢 再利用什麼 把我需要的資料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h欄 所以我這邊的話 就是給他一個叫 sales ID的h欄 有沒有 輸出到這裡喔 然後用md函數 刮弧 把這個f欄 f欄是d值 裡面的開頭位置 就是a a就是零里區位置 加1 有沒有 零里區位置加1 然後把路接到位置 減掉零里區位置 這個規則不就跟剛剛 那個公式一模一樣嗎 所以其實 只是把它改動而已喔 所以以後 你們要學習的 就是如何把函數 轉換成vba 特別注意喔 大概會有幾個可能要改的 第一個 函數變vba 1 你一定要加個sub 有沒有 入接到 2的話呢 讓它範圍 從哪裡呢 從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給它一個for回圈 然後抓什麼 一樣嗎 抓前刮弧位置 抓後刮弧位置 放a 放b 然後切割完之後呢 把資料 丟到h欄 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程式吧 OK 應該 應該蠻容易理解的吧 我不知道耶 我已經盡量寫得非常非常 淺顯易懂了 OK 我是建議啦 如果可以的話 你是自己把它刪掉 然後呢 重寫一下 如果你可以把它寫得出來的話 表示你 其實應該沒幾行喔 我剛剛寫很多都是貼的喔 有沒有 如果你可以把它寫得出來 那恭喜你 表示你真的了解vba的寫法 大概是這樣子 OK 其實說真的 應該也沒有那麼困難 大概就是 按照你看到的把它寫出來而已吧 OK 不知道耶 應該沒有那麼困難喔 如果你覺得很困難 或者是哪裡無法理解喔 你可以再把問題提出來 其實我還蠻想知道 你們到底問題在哪裡 還是因為沒時間 其實我發現 要把程式學好 最大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斷練習 就是如果你沒有時間練習的話 你說真的要把它學好 還真的是蠻困難的 但是如果你經常打啦 我覺得好像蠻easy的 因為這些程式我都是直覺打出來的 這個也是我直覺寫出來的 這個我自己寫的 絕對沒問題 因為我寫的跟別人寫的 就是會有風格上的差異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常看 別人寫的程式 如果有的話 你會發現 每個人寫出來的程式 風格 真的是窘異耶 也就是說每個人想到的邏輯不同 寫出來的程式一定也不一樣 也就是說 這一段程式 不見得是標準答案 如果你可以想到比這個還更簡單的 OK 絕對歡迎 你可以試試看 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一段程式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3頁 可以貼過來 不過我建議你還是可以再把它改一下 最後的話 如果說你希望把它結合 之前的那個插入欄的部分 把它改動的話很簡單 因為之前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 把這邊有沒有 這個地方 這兩個 這兩個是 這兩行其實是什麼 加入公式之後向下填滿 所以把這兩行把它註解掉 然後底下的話 你再加一個Core入接道就可以了 如果把插入欄這兩個 把它改成Core入接道的話 那得到的結果應該 就會是這樣 我們來試一下 這裡把它執行一下 先清掉舊資料 然後再插入欄的話 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呢 這個地方有沒有 應該就不會是公式了 而會是 最後的 入接道的名稱了 OK 所以我大概 第一步 我剛剛做兩件事 第一個的話 就是先產生入接道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來修改插入欄的 H的部分 H欄 也就是它尾巴這兩個 有沒有 插入公式 然後向下填滿 把它改成Core入接道 這樣以後看到的結果 就不會是公式的結果 而會是最後 最後什麼 OK 所以最後應該是 這個是看到的結果 如果你看到是這樣子 那表示是對的 所以這個1 先產生一個Sub 2的話呢 把這兩行把它註解掉 然後加上一個Core Core的話它會去執行這一段 這樣子就完成 試試看 請各位練習看看 主要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遇到 那個公式太冗長 那你不希望 那個公式不斷重複 會佔用那個 就是 空間的話 那其實是思考 如何把公式 轉成VBA 可以試試看